第111章 不共戴天 静安王府出来的那架马车 看似简陋 其实别有洞天 那毕竟是上等檀木贴旧 放了一只杨之美玉底座的流金檀香炉 陪王妃上车后 放好那本头长血 双腿弯曲蝶放 饱满圆臀枕在腿上 贤熟伸手焚起鸟鸟檀香 莫不作声 静安王赵衡与世子赵寻相对而坐 赵衡闭目转动 只剩107颗菩提子的念珠 无论多大的事情 静安王定要诵经完毕才睁眼 即使知道父王如老僧入定 赵寻仍旧只敢用眼角余光 去撇名义上的娘亲 复杂一撇便收回 不敢再看 静安王念经百声千千声 等到睁眼 已经临近王府 平生静气说道 寻儿 知道错了吗 正经危坐的赵寻会就到 知错 赵衡没有追究没有点破 掀起帘子望了一眼车外 淡然道 倒是看不透那孩子了 都因本王化蛇天族 挫走了一招昏手 说到这里 静安王脸色阴沉 斜偏一眼低眉顺眼的裴王妃 见他牵线木偶一般毫无反应 愈发恼火 握紧挂珠 深呼吸一口 转头对赵寻说道 在春神湖上 你想趁乱要一击毙命 嫁祸给那帮青党子孙 心思有了 可沈时夺势的火候还是差了 徐凤年是谁 徐瘸子这辈子 都指望他来扛起北梁大梁了 真以为几名豢养奴才 加上宁娥眉 和一百铁骑就够了 那未免太小去了这座江湖 没有那信里的老武夫 徐凤年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赵寻低头道 父王教训得势 赵横皱了皱眉头 按耐心中那股如何念经 也催不破的烦躁 伸手挥散了一些 闻着过犹不及的檀香 欲调缓慢低声道 京城那边很热闹 徐瘸子多半是要碎了心愿 能给儿子争到手 一个世袭网替 不过大祝国的头衔十有八九 是要保不住了 不仅如此 顾剑堂北行两辽 本就是皇宫里头那位 逼迫徐瘸子表态 北梁三十万铁骑在两辽的根基 徐瘸子的老老实实自己拔去 北梁看似还是顾若金汤 张碧眼可能会见好就收 但王国遗老这一派 估计要有痛打落水狗的动作 就是不知这一出狗咬狗的好戏 能咬掉徐瘸子几斤几两肉 这帮孤名钓鱼功夫天下第一的老狗 也就这点出息和用处了 赵巡听到父王克伯评价殿上的王国老臣 是一群老狗 自然而然轻蔑一笑 这时 他才恢复了一方藩王世子殿下该有的气度 王朝原有十三州百姓 如今虽说与春秋八国的十七州子民融合共处 但心底会没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百姓尚且如此 更别提赵巡这一小撮天经地义 认作普天下 都是自家私物的顶尖皇室宗亲了 再者 赵衡在内的六大藩王 除去最不成器的淮南王 其余几位都参与到春秋国战中 军功各有大小 列土封疆 国战落幕 哪个藩王府 莫瓜分得几位王国皇帝的妃子公主 做侍妾做奴婢 广陵王更是占有一名皇后两名贵妃 既然如此 八国遗老们 在他们眼中有何地位可言 饶是你富有精略 曾经战功标饼 可谁真会傻到去 当作菩萨供奉起来 同邪而作 都嫌脏了眼睛 下了马车回到府上 在客栈与徐凤年平易近人的靖安王 无事不计其数 见面极贵的仆役 穿堂过廊 临近一座佛堂 赵徐默然转身离去 赵恒进了敬奉 有一尊子坛地藏王菩萨的慧安大殿 陪王妃犹豫了一下正要转身 靖安王赵恒手中 本就缺了一颗菩提子的念珠 怦然断裂 珠子砸落在寂静殿堂白玉地板上 刺耳阴森 亲手毁去这一串拴马锁的赵恒 再无半点遮掩 一脸猙獰 死死盯住王妃 咬牙切齿道 站住 不要脸的东西 是不是在与那徐瘸子的杂种多说几句 你就要连魂都丢了 陪王妃没有反驳 任由靖安王羞辱 此时的她 仿佛是那尊菩萨雕像 没了半点人气 外人都到她这个孤苦伶仃的陪家遗孤 能够入嫁靖安王府 是天大的福气 而她自身肌肤白皙如宁芝 坊间流言 抱得美人归的靖安王 有个雅趣 藏有一尊三尺高的御人 夜拥美人玩御人 人比御人昧 真是羡煞旁人 光是听着 就能让天下所有浪荡子流口水 靖安王并没有罢休 走上前扯住王妃的一把青丝 拖拽靖殿 将她狠狠摔在地上 嘶吼骂道 裴南伟 本王到底哪一点 配不上你这个出身卑微的贱火 这十几年 你何曾有一次 当本王是你的夫君 本王是谁 你知不知道 本王离龙已只差了一步 一步 天底下 还有谁比本王更有资格穿上龙袍 一头青丝散乱于 地如一朵清廉绽放的裴王妃 终于抬头 平淡反问道 我既然是贱货 你如何配得上 靖安王赵横神情一致 眼中再无音质 蹲下身 伸手试图抚摸王妃的脸蛋 柔声道 韦儿 本王弄疼你了没 裴王妃撇过头 轻轻道 不疼 赵横被她这个躲避动作 给彻底激怒 一巴掌挥去 将跪为王妃的 她扇得整个人扑在阴凉地板上 猛然起身怒斥道 姓陪的 你比死人还死人 既然你有这般骨气 怎么不去死 当初为何不陪着你那个爹 一起殉国 头颈 王府有大小六十四口颈 玄良 本王这些年 赏赐了你多少颈断绸灵 壮兰 王府何处没有 放心 你死后 本王一定替你风光后葬 陪王妃不看如狼似虎的金安王 只是欺然望向那尊民间 传送一件袈裟扑大山的地藏王菩萨 冷漠道 我怕死 所以才嫁给你 金安王生出无限厌恶 背对着这名看了十几年 都不曾看清澈的女子 生硬道 吻 陪王妃站起身 理了李青丝与衣裳 欠身失礼后走出佛堂 跨过门槛时 问道 北梁世子送的守株 我收还是不收 赵横冷笑道 本王这点度量还是有的 你尽管拿着 本王知你化功出神入化 只是莫要会了那杂种的画像 再拿着念珠做淫秽时即可 你做见自己 本王反正眼不见心不凡 可恶了念珠 惹恼菩萨 那本王这些年 念经百万为你祈的福 可就白费了 陪王妃不冷不热欧了一声 他一走 金安王赵横 瞬间变换了一个人 心无旁骛 好像刚才那本家中 难念至极的经书 便一翻而过 他坐在一个香草结成的葡团上 冷哼一声 阴森森道 徐瘸子 你真以为本王不敢动你的儿子 是洗网梯 本王 让你二十年苦心经营 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 将你要读书 徐凤年勉强耐着性子 听他读了两千字 就去找余佑薇出门 准备带他一起去香凡钓鱼台观景 钓鱼台里 有几位天师府老道 徐凤年看能不能亲口问到一些 黄蛮在龙虎山那边的消息 仅是与赵兮团那个牛鼻子老道代笔的书信来往 总不太放心 余佑薇穿了件老衫 轻浮愁断装购得的华美秀球 是典型的西楚样式 堪称堆红之锦仇美吃素 可惜在徐凤年眼中略加严实了点 他不乐意余佑薇去苏兄威鹿 却也不想不留半点韵味 余佑薇本就是体态风流的游物 尤其是那胸口两对傲人肥血 徐凤年是见识并且品尝过诱人滋味的混蛋 余佑薇如此包裹严实 连那点浮想连骗的机会都扼杀了 好在他捧着宠爱白猫 将胸脯挤出了几分本色 徐凤年笑着自言自语道 梅白养你啊 五妹娘 出门后 徐凤年善解人意问道 兽阳虎赏过没 余佑薇摇了摇头 徐凤年于是先带着他 稍稍绕路走过了一条白蛇堤 似乎与仙人沾边的景点都已见仙居多 从未听说跟刀有关的 例如 白蛇堤是传说几百年前 有一位陆地神仙 见不惯白蛇在湖中兴风作浪 一见怒斩 白蛇死后 硕大身躯变成了一条长堤 白蛇堤如此 春神狐也一样 耍刀的 没前途啊 满肚子自嘲的徐凤年 带着余佑薇一路行去 很是引人注意 一些各游湖的骚客柿子 都鼓足了镜头 或银尸或高歌 吸迹着能搏来那位 豹猫娘子的青眼相家 可惜余佑薇根本视而不见 徐凤年调笑道 你没能上烟纸正负两瓶 愿不愿我 余佑薇只是摇头 徐凤年笑了笑 问道 按理说 你父亲是上阴学功的 记下学士 你该喜欢士族子弟才对 可以潜在北梁 也没听你与哪位世子 有诗歌相和呀 于佑薇轻声道 因为我知道那些口口声声 不是王侯不肿 田君王下 召我独眠的文人 都是君王下召 变癫狂的人 那些自称要一件 当空精老龙的酸秀才 则其实是杀鸡 都不敢的人 我能与他们谈什么师父 徐凤年点头道 也对 还不如我这种 正大光明花钱买文的 粗笔家伙 要不咋说 哪儿只说三分话 留下七分打天下 于佑薇低头不语 慢行出了寿阳湖 徐凤年骑上 旅钱堂千来的骏马 马总共只有五匹 干脆利落地 就没给于佑薇 独自乘马的机会 上马后 世子殿下抱美人 美人抱白猫 成了街上一道 养眼的移腻风景 骑马到城门 上了城楼 才知龙虎山几名 看守钓鱼楼的老道士 已经离开乡凡 原来那张天福 已经自行烧毁 难怪乡凡城内 百姓人人一派喜庆 徐凤年登上钓鱼台 城门校尉无人赶蓝 入了巍峨城楼 徐凤年在打量城内规格 于佑薇则望向浩渺春神湖 徐凤年向宁厄眉请教一些 若是攻破乡凡城门后 该如何进行巷战的问题 宁厄眉是鲜明的马战将领 进入北梁军旅后 都在边境上 以北满蛮子的头颅 积攒军功 双方交战 多是平原上的对垒角力 对于世子殿下询问的宫城战 宁厄眉只能说些 从老族那里听来的皮毛 索性徐凤年依然听得入神 偶尔点头一下 碰到不解除 总要刨根问底 半吊子巷战的宁厄眉 难免要跟世子殿下 大眼瞪小眼 一身变装的魁梧宁厄眉 终于得了个空闲 见世子殿下驻足远眺 小心问道 殿下 你问这些事情做什么 北梁边境那边 可没有宫城战的机会 徐凤年似笑非笑道 书籍密籍 只要是书上有的东西 我想要 就应有尽有 唾手可得 但那些书上没有的 兴许只是琐碎小事 对我来说 才是无价宝 再说了 这会儿不宫城 就不许我们三十万铁骑以后 踏平北莽了 壮如熊皮的大脊宁厄眉 身体一阵 徐凤年转头问道 宁将军 静安王府收下 我让你送去的弹劾了 宁厄眉点头道 已经收下 徐凤年望向城中遥远的静安王府 难难道 被你看破也无妨 世上与京城那位最不公待天的 不正是你吗 第112章 无缠多情有道 有一座四建四千年以来 便正门永毕 不管是帝王将相前来 还是凡夫俗子烧香 都不曾开启过 这座山寺走出了无数位得到高僧 最近一位最出名的 俗名杨太岁 是当今两朝帝师 将来极有可能是三朝 各朝各代源 基于四中记载在册的高僧有三千余人 其中两百多人被封国师 其实从小城禅法到只观禅 再到北魏朝三十六位肉身菩萨 同时在山上开辟一场 佛光普照 再到八百年前 正得无上佛果的禅宗祖师 一夜渡海而来 传授大乘闭关 终成佛教祖庭 近数百年福道相征 每十年与道门论变高下 世门都由这座寺庙里的僧人 去与龙虎山坐而论道 但与道教祖庭的等级森严不同 这里没有太多规矩讲究 谁都可以上山 山上各处都取得 这里山高四高碑高塔高佛法高 山高 却如寺庙名叫两禅一般 马虎糊涂 始终没个名字 这便是天下第一名差两禅寺 有人这座寺庙说 之所以叫做两禅 是修字禅与他禅 即禅几何禅人 但一千多年漫长岁月 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官方说法 两禅寺也从未出言解释过 山背面山脚有一座塔陵 为两禅寺历代高僧藏地 共计千余座 木塔大小不一 各有雕刻提计 一眼望去如茂林 两禅寺本意并未将这当作禁地 只是信徒虔诚 不敢踏足 久而久之 就少有人来这里观摩 塔陵边缘有一座千佛殿 墙面上会有长达数百米的彩绘全谱 殿内地面有108个坑洼 据传是罗汉踩踏出的脚印 千人来看便有千种拳 故有天下全法处两禅的赞语 万佛殿东侧 有一座小茅房 常年住着个没名没分的白衣僧人 若不是那光头身披袈裟 怎么看都不是个僧人 这白衣中年僧人 不仅喝酒吃肉 最过分的 是他有个娶了个媳妇 更有一个自小便在寺中长大的闺女 怎么看都是恶极斑斑的中年九僧 幸好除去生活不够减点 并不与人交恶 只受了一个如出一折好脾气的小徒弟 加上女儿生性活泼 喜欢在山里爬上爬下 寺里那个据说时间 年岁最长的主持 便十分喜爱着娃娃 白衣僧人几次无意间闯祸 被戒律院里的古板高僧追着责罚 便都让自家闺女去方丈市 讨要几串 唐葫芦解馋 老主持只要看着小闺女 也就立马消气了 百世不爽 这个看守塔林的中年和尚 带出来的徒弟可不简单 小小年纪便当上了寺中奖僧 得以身披偏袒左肩的浅红袈纱 小和尚法号一缠 十分古怪 不过比起他师父的法号 就不显得奇特了 风和日立的好时分 可怜小和尚坐在茅屋前 搓洗着一大盆师父师娘的衣物 哀声叹气 元宵节那天去山下看灯会 结果不小心就被东西拉去龙虎山 在天师府 还与白莲先生说到了几句 幸好没被关门痛打一顿 可一回到寺里就遭殃 师娘却是懒散了些 这么多脏衣物都不清洗 堆在屋中也不嫌臭 非要等到自己回寺才罢休 而且溜出去玩 分明是东西的主意 师父师娘见到东西 还是那般慈祥 转头看我便换了面孔 吃饭时连碗里米饭都少了许多 这会儿东西 该是和师娘下山 去买胭脂水粉了 师父其实也挺可怜的 藏在床底处前的拖拨 牛年马月才能放满同伴 茅屋中走出一个 醉醺醺的白衣僧人 个子极高 一屁股坐在小和尚身边 同样是板着一张苦瓜脸 小和尚都不乐意去瞅夜 其实师父也不容易啊 小和尚搓洗衣服 搓得腰酸背腾 百般无聊 只好随口问道 师父 上山的时候 听说寺里来了个南边的名僧 正根会能方丈抢地盘呢 你说谁能赢 白衣僧人打了的哈欠 没好气道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再说 你会能师叔打架本事跟你差不多 多半是抢不过人家的 小和尚撇了撇嘴 纷纷道 你不肯叫我高深武术 我能有傻法子 千佛殿三面墙壁上的全谱 看了这么多年 我实在是看不出厉害啊 这师父没半点责任心腹眼道 所以东西说你是笨蛋吗 笨南北老气横秋叹气道 师父 你说我这辈子 能折腾出舍利子吗 要是不能 我觉得还是去练武好了 东西总是喜欢往山下跑 我怕他被人欺负 我打不过呀 白衣僧人想了想 说道 这样啊 那你先拿四里那些八九岁 刚练拳的小沙迷 当沙包打嘛 打着打着你就变成高手了 小和尚满腔愤闷道 这话你早说过了 去年我听你的 去揍一个小沙迷 结果人家师父跑来骂人 你倒好 直接溜了 害得师娘差点把我耳朵 都给揪下来 中年僧人故作哑一哑了一声 装糊涂说道 有这事 认命的小和尚低头 狠狠挫着脏衣 半想没动静 小和尚转头看了一眼 发现师父在抬头 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发呆 忍不住问道 师父 看啥呢 白衣僧人伸出一根手指 点了点 小和尚本能先去看师父的手指 很快就被师父敲了一个板栗 教训道 说你笨蛋还不服气 我已经替你指点 你在看什么 这般鲁顿悟性 还想死后烧出舍利子 笨南北沾水的手 先擦了擦裤管 这才揉了揉小光头 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 否则就白挨打了 师父 你还没说到底看啥呢 师父一本正经道 看月亮呢 小和尚白眼道 大白天师父 你看得到 怪不得师父法号没缠 白衣僧人抬着头 轻声道 当初第一次见到你师娘 就是在花钱月下 笨南北 为师又想念你师娘了 小和尚怒道 你想就想 跟我说做什么 师父问道 你就不想东西 笨南北立即傻笑了 洗衣服也勤快了几分 憨憨说道 想那 怎么不想 师父又是一百力下去 然后与众心尝道 你想东西 跟师父说做甚 您知东西是我闺女 说了还要被我打 你这个笨蛋 为师白叫你那么多 奸身佛法了 小和尚怒道 你再打 小心打出一个顿武啊 到时候我立地成佛 就能烧出舍利子了 看东西还理睬不理睬你 师父不懈道 顿武一说 是师父我教你的 至于舍利子 为师更是看不上眼 在我面前冲什么好汉 有本事去东西 和你师娘那里大嗓门 小和尚心中悲愤 莫不作声 身边这个师父 笨南北也是下山以后才知道 师父比自己想象中 要佛法高深一点 山下有个说法 同样是在山上长大的师父 在甘露六年 遍揽天下经书 赶到宗派伶俐 朱家说法繁杂不一 莫有将决 师父说要世之捐身 要去万里之外 求一个大本 于是西行求法 一走便是十五年 西域烂陀山够远了吧 师父却要走得更远 求取了瑜伽师弟论 来统一朱家一说 在极西之地的一座寺庙 钻研十年年 精通了五十部经论 甘露三十一年归来 到泰安城时 据说连皇帝陛下 都亲自出宫相迎 家道围观者有数十万 争相目睹白衣僧人的风采 因此 寺中才有了一座丽雪亭 先皇玉璧蹄青蹄 白雪印新竹五字 如果只是到这里 小和尚奔南北 肯定会觉得听故事呢 后来师父 在寺里提出了立地成佛一说 这与禅宗正同有备 结果师父十五年远形成了闹剧 差点被赶出两禅寺 师父所谓的举手下足 皆在道场 是心是情 同归信海也只是在近几年 才被略微认可 不管如何 京城数十万人 一同跪地拜佛的光景是不在了 好在师父有一点 很让小和尚佩服 山下人如何看待如何反驳 都远不如师娘或者东西一句话鼎用 东西有些时候 仅仅是一句话说中了 师父都要伤心好久 白衣僧人微笑道 笨南北 师父已经没那个 心思去跟人争了 顿悟一说 以后就靠你发阳光大了 小和尚紧张万分道 师父 别啊 你有师娘 我可不就有东西吗 多半顾不上你的馋的 白衣僧人神情有些懊恼 摸了摸自己那颗大光头 呵呵笑道 真是羡慕你这笨蛋 师父已经无产可参了呀 小和尚跟着叹气起来 师父轻声说道 要下雨了 大太阳的 不会吧 总会下的 师父 嗯 你总说些废话呢 经书上的佛法不都如此吗 你小声点 要是被主持方丈们听到 又得扣我们铜钱了 俗气 就这样 你还想烧出舍利子 咋了 我本就是没钱给东西买胭脂 才想着去承佛的 要不然 我吃饱了撑着 去把自己烧了求舍利啊 哦 不错不错 有物性有根骨 不愧是我徒弟 师父 既然如此 那帮忙洗一些衣服 找打 江南道胡亭郡 最出名的 不是肥美的贡品连台牡丹 而是一个作风放浪的寡妇 姓徐 从北梁那边远嫁而来 接连克死了两任丈夫 据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士族公子 一位曾科举高中榜眼 大登科后小登科 本是天大的喜事 却死于非命 另一位也不差 是炭花狼 一样 在迎娶徐姓寡妇后暴毙 故而江南道都细言笑问下一位 该是状怨遭殃了吧 不过这个寡妇 最近跟一个隔壁江兴郡的文人勾搭上了 那男子是江南道颇有雅名的官宦子弟 父辈皆是文豪 此人姓刘明黎婷 别号成斋先生 十四岁 即可做华美篇文 精通声律 尤其静宁谈情 更以精致美识文明 在江南道士林中别具一格 原配妻子 亦是大族出身 德才兼备 奈何刘黎婷遇上那寡妇后 便入了魔障 丧心病狂地要休妻 本来只是两家事 至多在江南道上被取笑一番 可刘黎婷妻子 不知如何与京城大内一位贵妃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位娘娘可救了不得了 天下女子都得去读的 女界便出自她手 江南道这等丑闻传入耳中 自然是勃然大怒 这位娘娘在皇宫内极为得宠 更被赵皇后视同姐妹 所以她这一皱眉 比较天子一怒也差不太远 于是江南道上官老爷们 再不敢心存看热闹的想法 硬着头皮口诛笔伐 刘黎婷虽写的一首 让人拍案叫绝的道德文章 似乎男子气概不算多 一见连宫里娘娘都发火了 立即醍醐灌顶般清醒过来 先是写了一首绝交诗 送去寡妇门上 再去跟妻子痛哭流涕 更与平日里交好的一批亚人高氏 痛心疾首诉说 那狐媚子寡妇 是如何勾引自己 一时间可怜姓徐的外乡女子 四面楚歌 若非她娘家身世过硬 早就被唾沫淹死了 刘黎婷妻子 不恼不怒 只是浅浅笑着 分不清是苦笑还是讥笑 当时在场凑热闹的世子们 无不动容 豹国寺的牡丹冠绝江南 根据地理大家考证 胡廷郡的地脉 最以牡丹 才能培育出那番世间 称奇的叉子言红 当初胡廷郡 独有摇黄卫子两种牡丹 当作贡品送入京城 花开花落二十日 京师满城皆若狂 郡中豹国寺牡丹不下百种 除去并称 牡丹王后的摇黄卫子 还有诸多例如 青龙卧狐 兆粉 肉芙蓉等千金真品 豹国寺最大的乡客 当属那个时下 正被千夫所指的许寡妇 每月初一十五 都要前来烧香祭拜 风雨无阻 他独爱牡丹兆兆粉 寺庙后院中 有一株其大如斗的兆粉 枝叶离坯 淋漓促踏 错出严皱 声势绝艳 胡廷郡破于他的宣和家世 以及古怪作风 这株其宠牡丹 几乎成了他的观赏竞篮 今日是月中十五 初一便是他被流气上耳光的日子 他带着一名贴身丫鬟走入后院 离家出嫁时 带了许多娘家仆役婢女 可他都不清静 唯独身边这个才斗口年华 穷苦出身的小丫头 倒是没来由喜欢得很 他至家苛刻严酷 府上少有不心怀俱意的奴仆 唯独这被他 取名换作二乔的丫鬟 知恩图报 处处静着护着主子 今天下马路寺一路走来 暗中无数指指点点 小丫鬟气不过 这会儿四下无人 苦着小脸打抱不平道 小姐 这些乡客尾时可恨 烧香便烧香好了 见到小姐偷笑什么笑 不到三十岁的寡妇 捏了捏丫鬟脸蛋 妩媚笑道 还是你这妮子有良心 小丫头愤愤不平道 小姐 那琉璃婷太过分了 那些日子 都是她跟狗皮高药一般 死缠着小姐 到头来 还恶人先告状 那帮饱毒师叔的世子 都是睁眼瞎吗 粉笛都帮着她说话 翘寡妇忍俊不禁 弯腰望着一朵绚烂牡丹 手指碾下一小片 指甲大小的花瓣 嗅了嗅 眯眼笑道 世间男子不大多 都是这个德行吗 有甚好气恼的 气坏了自己才不值当 小丫头怯声声道 小姐 说个事呗 寡妇被逗乐 说道 哟 四春了 瞧上眼 哪位书生了 你说 若是真不差 小丫头拼命摇头 咬着嘴唇 抬头一脸尖一道 小姐 琉璃婷家里 那汉夫太可恨了 听说她经常去青山观祭拜 奴婢想去扇她耳光 求道事后 小姐别替二桥求情 奴婢被打死 就被打死好了 也要替小姐出 一口恶气 奴婢知道 小姐今儿不顺 就不要再为奴婢烦心了 她愣了一下 双指轻柔碾碎花瓣 哑然失笑道 眉白心疼你 不过你一个小逆子掺和什么 被打一个耳光 就被打了呗 小逆子急哭了 满脸泪水 抽气道 不行 奴婢只要想着小姐 平白无故受欺负 就想跟那汉夫拼命 奴婢若不是小姐搭救 早就被恶人糟蹋了 奴婢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 但爹娘活着的时候 总说过 要记别人的好 奴婢最记小姐的好 寡妇替小丫鬟抹去泪水 柔声道 好了好了 本来不想说的 看你这样子 就说给你听 好让你这傻丫头放心 我呢 是故意留着那个耳光的 你也知道 小姐我有个无法无天的弟弟 她这趟出行忙得很 我原先吃不准这弟弟 是先去看望她二姐 还是来胡婢俊探望我这个大姐 她要是听说了这个耳光 可不就妥妥地赶来我这儿了吗 她二姐呢 心怀天下 不计较这个 我就不行了 总喜欢争上一争 人生呢 难得不遭罪 这便是我为数不多的乐趣了 小妮子使劲点头道 嗯 奴婢知道的 小姐的弟弟 是北梁世子殿下 府里下人们 总爱悄悄说些殿下的事情 可每次见到我就惊声了 寡妇宠溺揉了揉小妮子的耳朵 笑道 有你这双顺风儿 府上哪敢碎嘴 一旦被我知道 还不得被剥皮抽筋 小丫头终于破题为笑 自家小姐好似每次说到那位殿下 心情便极好了 寡妇眉头果真舒展了几分 嘴角含笑说道 我这弟弟啊 从小就长得好看 家里牡丹种植的不多 每次花开 我都会拉着她去赏花 摘下来待在她头上 比姑娘还翘 可惜过些日子就要下雨 不知她是否来得及这花期 小丫头拿袖子擦了擦脸 天真道 菩萨肯定会保佑小姐不下雨的呀 寡妇轻声地难道 小丫头哪里懂 无情风雨打散友情风流的苦 听不真切的妮子好奇问道 小姐说了什么 寡妇调侃道 说了你也不懂 似乎怕这小丫鬟还会做傻事 寡妇柔声道 等我这弟弟到了江南道 你便知晓 那些个平日里 眼高于顶的高门世子富家子弟 是如何不算个玩意了 山顶是紫黄贵人扎堆的天师府 山脚只有一对师徒相依为命地 破败老道官 做师父的老道人 为了这个闭关弟子能够上进 可谓是磨破了嘴皮子 起初老道是压香绝迹的大梦春秋 这连四大天师都不得法门的道统秘书 纳妥怎么都不学 听都不愿听 直到老道是某天冷不丁开窍 拿着北梁世子殿下的书信 故意说成是徐凤年在信上说了 希望黄门学一学 这门可一睡五百年的春秋道法 结果事情真误打误撞成了 赤儿徒弟当时就竖起耳朵 真正用心去学梦春秋 背诵这门法门口诀不难 难在如何运转契机 大黄亭求后 梦春秋却是反其道横之 求薄 炼至玄妙巅峰 体内几乎契机全无 只剩一气 老道士之所以器重徒弟徐龙相 不远千里低声下气去求北梁王 正是因为徐龙相天生神力 生而便是恐怖的金刚境界 若是学成梦春秋 龙虎老道赵熙团何曾不希望山上出现 第二个齐玄真奇仙人 至于徐龙相是否出自天师府 赵熙团完全不介意 这辈子当面或者背后 说他离经叛道的天师府上人还少了 以前是徐龙相不肯学 当师父的老道士很头疼 可现在赵老道还是头疼 那小子走火入魔了 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在半睡半醒之间 这春秋大梦 简直就是祖师爷给徐龙相量身打造的 老道士原本还能陪着徒弟 蹲着看蚂蚁或者看溪水 即便说不上话 好歹还算有个听他唠叨的伴 如今老道人完全无事可做 太无聊了 值得掐指算着 那世子殿下什么时日能来龙虎山 在龙虎山辈分极高 脾气极怪的老道人 蹲在青龙西畔发呆 再发愁 怎就看不见惩罚蓝锦的貌美小娘子呢 那从不说话的徒弟 破天荒走出道观 蹲在一旁 无比欣慰的老道士黑黑笑道 徒儿啊 终于出来透口气了 预料之中的没有回应 老道人自顾自说道 我被囚了一辈子的道 总看不太真切 觉着云遮雾绕 到头来看你 才知这个道得不可道啊 徐龙象只是双目 无神望向西水 老道士感慨说道 他日下山前 为师带你去见一个老前辈 你若能撑下一百招就够了 黄蛮不知何时摘了一片树叶 弟弟师父 老道士接过了树叶 却苦笑道 你这徒儿 为师可不会吹哨子 黄蛮 是想你哥了吧 吃傻的徐龙象径 笑着点了点头 老道心有欺欺然 差不多山上有山茶的时候 你哥就到了 这老道虽说听了 北梁世子的劝告 下山时都要好好装扮一番 还特意跟徒子徒孙们 借一柄中魁陶木剑什么的 可在山上 还是邋遢的一塌糊涂 叫上草鞋 还是自己编织的 身上道袍 更是破烂不堪 沾了无数尘土 这时 黄蛮低头 伸出枯黄手臂 拍了拍老道士身上的尘土 轻轻拍去 这一生为了一个道字 无妻无子更无孙的老道士 愣在当场 瞬间老泪纵横 第113章 永子时局一段事 徐凤年离开钓鱼台 带着于又威在城中闲逛 看到一条巷子挤满了人 步伐青山风流年轻世子 走近一桥 才发现是在堵骑 蹲着坐着站着都有 徐凤年此时 才记起 相反除了相国相 以萧金库著称 还有这永子像一样名声不小 相中靠壁而坐的 都是摆出齐蹲齐河的野骑士 以己身骑力强弱 下注不同数额 引诱寄养的游人和骑齿去上钩 这等博弈 自然难入骑谈大家法眼 却最能消磨市井百姓 与平寒市子的光阴 加上下注 往往无非几枚十几枚铜板 算是小赌遗情 徐凤年笑了笑 使劲啃了一口油脂包裹的酱牛肉 当年身无分文鸡肠鹿鹿 有一段时间 便已向弄赌气正饭前 以他被国事李一山调教 以及徐卫雄打熬出来的棋力 引其不难 只是往往摆棋地方有同行要糊口 讲理的还好 井水不犯河水 不讲理的 就仗着是本地人去驱赶世子殿下 再就是 引其也有讲究 不可图这图大龙爽快 得留有分寸小赢棘子 要不然让对面败得丢盔弃甲 便大不乐意继续掏钱下棋了 这都是徐凤年 被逼着慢慢悟出来的理俗 微末道理 世子殿下让吕杨书三人离远点 只留宁额眉站在身后 拉着于右威 挑了个空隙剑缝插针 下注骑士是个落魄学子模样的青年 衣衫缝补 鞋袜泛白 他面前空荡棋盘上 割了十颗棋子 意思便是 摆棋的输了 要给十份钱 寻常赌棋 都是直摆两三颗 五颗都不常见 可见这名野棋士相当自信 徐凤年蹲下后 正要犹豫 是掏几文钱出来下注 抬头一瞥 看到对一骑士是个盲人 这骑如何下 似乎对这种情形稀以为常 沐盲骑士温言道 无妨 听到落子声 我便知落子于何处 徐凤年点头道 我下注石文 盲骑士从袖口掏出钱袋 掂量了一下 面有愧色 轻声道 这位公子 我输了不要欠你十六文钱 若公子不嫌弃 我手边有一本祖传奇谱 应该能指这个数 徐凤年笑道 好 奇谱什么的 徐凤年可不上心 听朝廷里能让其谈名士 痴狂的棋谱不计其数 桃花拳一谱 南海玲珑菊 仙人寿子谱 等等 世子殿下能给你堆出一座小山 何况如今棋盘 纵横十五道 变成十九道 往往越是上了年数的棋谱 就越发不值钱了 古今骑士守经力量就大体而言 后者终归是越来越强 盘膝靠墙 而坐得盲骑士 膝下放有一盒黑子 贪手微微一身 示意徐凤年直白先行 这名野骑士虽然穿着寒酸 气态却不容小觑 举手台族间 揭透着古真正世家子的儒雅古风 正式对局较继前 双方各在对角星位上 搁置两子 成为世子 这便是古骑坐子 很大程度限制先行优势 而且 注定了中盘于中复的激烈战斗 徐凤年将手上将牛肉 交给于右威 率先起手三六 这一挂脚 被自诩黄三甲的大国手黄龙士 评点最佳清爵 年轻盲骑士神情平静 果真可以听音变味 黑子应手九三 与白骑分是相持 接下来各九首的黑白骆子 都没逃出仙人露数 从旁观战的于右威父亲 曾是西楚奇谭赫赫赫大家 在上阴学功求学时 也只惜败给号称战力举世无匹的黄龙士 他自小耳濡目染 颇有父亲骑风 自然是精通毅力 恐怕梧桐院里的北梁小国手绿椅 都不敢说稳赢于右威 看到相互失守 余右威有些失望 可徐凤年白十一段 却让余右威眼前一亮 那目盲骑士同样是微微凝质 不再骆子神速 略作思量才提子负骆子 古与其从断出生 徐凤年接下几子 皆由此一段生 不可谓不别出心裁 盲骑士一路隐忍 终于黑十八 在脚步尚未安定的情况下 抢先攻击 五六飞攻 余右威皱眉凝神一番深思 这一行竟有四十四遍之多 下意识去看徐凤年 他仍然不动声色 骆子速度始终如一 白四十三时轻轻搬出 棋盘上刹那间杀鸡四伏 看得余右威心惊肉跳 这一手实在是太凶烈些了 百五十九飞步于八十三间 同样是气势汹汹 殊不料目盲骑士局面 如一夜偏周泛海 摇摇晃晃 偏偏不到 至黑一百八十手后 便已是稳操胜券 先手收官的大好局面 徐凤年很平静地投资认输 徐凤年再掏出十枚铜板 这一局依旧是徐凤年早早挑起硝烟 盲骑士沉着应对 余右威依稀瞧出端倪 徐凤年极重攻击 那盲骑士却不与大多世人相同 醉重地势凝形 一些个当下看似随手恶手的落子 总能与中盘甚至收官遥相呼应 灵犀十足 若非徐凤年 凭借层出不穷的花样 硬生生掀起一波波无理厮杀 两盘都拖不到两百手以后 当下正值女子大财的徐卫雄 改十五变十九 以及破除座子制的一零千年未有变局 以余右威来看 齐立略圣世子殿下一筹的盲骑士 注定会一鸣惊人 况且 这名骑士是否隐瞒实力还不好说 果然是市井藏龙巷弄卧虎 再来 连败两局的徐凤年轻声笑道 这次直白以双飞宴开局 这个定势曾经广为流传 只是近五十年来 最拔尖的国手们 在巅峰泪争憨战中都弃而不用 黄龙氏更说骑手双飞不无太景 试了唇位 算是给这个经典布局判了死刑 徐凤年干脆就坐在地上 结果换了舒服些的姿势 棋盘上兵败如山倒是更快 轻松三连败 盲骑士身前已经堆了三十枚铜板 徐凤年抬头透过永子向强颜看了眼天色 已是晚餐的点上 可难得遇上齐立 这般高明的野骑士 就招手将书修喊到身边 让他去酒肆弄些吃食来 很快书修便端了个大石盒 放有四双碗筷 杨清风试过无毒后 书修才敢放在徐凤年身前 徐凤年笑问道 一时半会 我是不打算走了 要不你也吃些 那目盲骑士不拘小节 笑着点头 于又为养尊处优的娇气女子 与徐凤年一同坐着吃饭 也不觉得失态 大几宁额眉 则站着几口 就将一顿饭食风卷残云下肚 野骑士缓慢进食时 甚至主动与徐凤年 说了三盘败局的得失 说到徐凤年的妙手抢手 毫不掩饰他的赞叹 提起几招随手无理手 则也直截了当说出不足 徐凤年频频点头 受益匪浅 相谈尽欢 徐凤年笑问骑士 是否是从骑谈名家 那目盲骑士摇头说 家是平平 年幼师名以前 才刚开始接触围棋 师名以后无所依托 只得与其作伴 在永子巷赌棋 已有小十年 挣到的钱只够温饱 一有咸鱼 就去购买名式旗谱 存不下钉点银子 说话间 盲骑士拍了一下脑子 从行囊中抽出几本儒家典籍 交给屁股 只能跟地板挨着的徐凤年 轻笑道 垫着 徐凤年接过书 抽出两本 交给双脚早已发麻的鱼又威 笑道 不妥吧 辱莫了圣人学说 盲骑士微笑摇头道 礼仪廉耻可不在书上 徐凤年不在矫情 于眼前赢了他三十文的野骑士 一起吃饱喝足 在起十九道上的硝烟 徐凤年屡战屡败 不知疲倦 盲骑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骆子清脆 神态自若 勇子向时局 杀得天昏地暗 从正午到暮色再到月色 尘埃落定 徐凤年一鼓作气 连着输了十把 付出一百文 勇子向野骑士都已撤去 徐凤年盘息坐在一本儒家经典上 看着棋盘上的败局 重重叹息 说道 你这等手力 可以跟上阴学宫徐卫雄 一较高下了 野骑士摇头道 寻常人下棋 大概算是一指一面 我勉强能有两面 当今棋盘名家可顾三面 卫雄先生 却是与黄三甲 双双独一四面 我哪敢去 皮肤汉大树 不过此生若能与卫雄先生 手谈一局 虽死无憾 徐凤年帮忙收拾棋子入合 这才起声玩笑道 我可没有你这种 昭文道夕可死的境界 输给你不冤枉 这趟愿赌服输 嘿 那上阴学宫 有名动四方的当狐诗局 咱们也算有勇子诗局 就此别过 木芒也骑士笑道 这几本书 就赠予公子吧 徐凤年一点极透 其中两本书籍 在于右微屁股下垫了许久 向毕业骑士早已听声文位 知道 是自己带出来的家眷 出于避嫌 再讨要回去就不合适了 徐凤年在掏出石温钱 交给起身后 身材轻受骑士 打句说道 最后这石温钱 就当从你这边 再买两斤里一连持好了 其实犹豫了一下 还是收下 温雅笑道 公子不缺这些 徐凤年大笑而去 盲骑士收拾好行囊 孤站在寂静无人的巷弄中 面朝巷口深深弯腰 一一到底 走出勇子巷 策马而返 徐凤年嘖嘖道 小小勇子巷 就有这么厉害的人物 于右微皱眉问道 他是刺客 徐凤年哑然失笑 下巴抵在怀中的 于右微脑袋上 一脸无奈道 你想多了 我只是感慨 拿木芒骑士的 奇力惊人而已 他自称棋盘上 只可一两面 过千了 我敢说 二姐与他下试局 都要输两三把 想必是他从未 与顶尖国首首谈过 因此不知道自己的厉害 于右微点头道 此人意骑 擅长以气为取 以躯为深 视野开阔 可不仅是只限如此 第九局中 被你无理手惹脑了 才展露出他 即便是正面决斗 力量更是奇大的一面 他若真是普通家世 失明后自学成才 那毫无疑问 这人是奇道的天生巨才 徐凤年轻轻说道 他的双目是被刺瞎的 于右微愕然 徐凤年感慨道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些背后心酸 就不是本世子感兴趣的了 于右微揉了揉五妹娘脑袋 问道 没有想过请到身边坐幕僚吗 徐凤年摇头道 下棋下得好 不意味着做官就能做顺 我已经读书了一百文 就不再去赌了 于右微笑而不语 这位世子殿下 奇力可谓相当不弱 想必连书时局 已经是颜面尽失 不好意思 再与那目盲骑士 过多接触了 徐凤年没来由说了一句 就看静安王赵衡的赌运如何了 徐凤年突然苦着脸道 完蛋 老子今天赌运这般差 此消彼长 赵衡那只老乌龟 十有八九要赚翻 于右为疑惑问道 怎么了 徐凤年呢喃骂娘了几句 没有作声 永子向中 年轻盲骑士吃力背起行囊 不过其蹲两和其子 外加几本棋谱而已 便有些劳累不堪了 骑士默默自嘲 百无一用是书生 走了几步 扬起一个温序笑脸 永子时局 足足挣了一百文钱里 这两年 自己在永子向中 除了故意示弱 就没有真正输过一局 相反本地 爱奇人 已经不愿意自己赌棋 除非是一些 来永子向游玩的外乡客人 才会上钩 所以一日转百文 是难得的好光景 再则那名公子极为有趣 绅士自然是极好的 他眼瞎心不瞎 那般家世优越的公子哥 却下得一首好棋 这些年 自己已经很难去 费心费神下棋了 年幼学棋时 迎棋 开心书棋更欢喜 如今一直迎棋不书棋 下棋的爱好 便愈发轻简 生怕哪天 就真的只是为了虎口 而去下棋 真有那一日 便是棋到止步的一天 念及自己惨淡绅士 盲其世面容冷淡 似乎忘了 去如何去悲痛 这是的 瞎了不去看就好 若能多遇上几位 下棋时局的好心公子 兴许才会后悔 当年自辞双目 可家道中落 落魄如丧家犬后 为了狗活 下棋十年 遇上了几个 行道巷口拐角 盲其世被拦下 传来一道威严嗓音 我家主子要见你 盲其世平静道 不见 不远处停了一辆马车 车中雍容男子手上 拿着木盲骑士的绅士记载 纸上笔墨还未干涸 分明是才提笔写救的东西 勇子向十局 向内赌气的旁观的 陆续不下数百人 即便是身在局中的年轻骑士 都没有多想 只是认为 郝玉遇上了心善的公子哥 却不知首局结束时 便有消息传到 湘凡城中最权贵的地方 下至第三局时 就有齐普送达那座门口 百有熊师的府邸 第五局师傅中主 已经让下人去彻查 木盲骑士的身份 第八局结束 车厢内的男子 还在犹豫如何处置 直到第九局 见识到那个年轻瞎子的 真实奇力 这才笑着亲自出府 一直耐心等到现在 当手上拿到最后几页木盲 骑士十年赌气生涯的 琐碎零散记录 他觉得 耐心可以更大一些 所以当贴身侍卫 在马车外轻说 那人不见 他并不恼怒 那小子的 有眼不识泰山 再者 那小子本就是个瞎子吗 男子烧掉了 于己而言 无非是几百字一段 蝼蚁绅士的几页纸 然后亲自下马 走到那风骨极硬的 木盲骑士身前 缓缓说道 陆许 青州海昌郡人士 祖父陆游 是钱袋硕儒 父亲陆兄皆是不差 一门三劫 主修京史 不曾想修传西楚国史时 剃毒书人说了几句公道话 被小人构陷 差点满门抄斩 你自刺双目 自觉试图虔诚 才得以保下性命 这十年日间 在永子巷赌旗 夜间便去巷国巷 为勾拦女子抚擎 挣的都是脏银子 可知你的仇家 已经成为海昌郡郡守大人 木盲骑士平静道 这银子不脏 中年男子笑问道 且不认银子脏不脏 我问你 想不想一盏才华 而不是在两条巷子里 钻银求活 年轻骑士笑道 虽说此时已是晚上 可陆许还是不太愿意做梦 男子哈哈笑道 听说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背负有千金数万金财 要卖 却只卖与帝王家 木盲骑士皱眉道 这等读了几天书 便不知天高地厚的 湖州狂语 当不得真 男子沉声道 我却要当真一回 木盲骑士苦笑道 事到如今 还不肯放过陆家吗 那手上挂了一串念珠的 男子平淡道 我姓赵明衡 帝王家 如何才算帝王家 一个静安王够了吗 静安王府 世子照寻满头雾水 找到在书房中 抄写佛经的父王 轻声问道 听说父王带了一名 扛情的木盲骑士回府 有何深意 静安王笑道 此子是海昌郡陆家的 最后一人 若只观其 府上无人能胜过他 交由你养着便是 反正花不了几个钱 如果只是个 在棋盘上 经纬谈兵的货色 就当养了 不会咬人的挑狗 若是的确有些才华 就收入王府幕僚 雕琢一番 日后你当着他的面 收拾一下海昌郡 太守于汉良 他在出谋划策 便真正成心了 世卫知己者死 寻而 这点古人说烂了的道理 你要牢记在心 而且 如何与这等世子相处 你要收起 与维维那帮 纹固交心的那套 别依仗着身份压人 天下读书人不都是傻的 心思最是细腻 兴许读不出大意 但读出分不清 是自负 还是自卑的性格 总不是男士 寻而 父王教你一事 对付这些个士族才子 你就把他们 当作静安王世子殿下 你当作他们 赵寻孝道 知晓了 父王将心比心 早已是佛心了 静安王赵恒迷眼笑道 不须你溜须拍马 赵寻小心退出书房 赵恒继续以一杆 软毫抄写佛经 抄写完毕 冷冷道 陆许 本王留着你 无非是想过几日 与你说一段故事 本王这般大手笔 若没个无关大局的知音 太无趣了 第114章 笔下游青蛇 徐凤年回到客栈 无所事事 就去江泥房中 看到一老一小两人 在桌上鬼画符 割了两口白瓷小碗 一碗盛水 一碗盛酒 两人手指各自沾了酒水 就在桌上龙飞凤舞 此时约莫是小泥人 嫌弃老剑神 血字越剑 轻占了他的地盘 因此 他鼓着腮帮瞪眼相向 老剑神指的收敛 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性质 低头一吸 将桌上酒水都吸入嘴中 江泥看见徐凤年走入房中 袖口迅速胡乱一抹 将桌上水字都一股脑擦去 徐凤年调侃道 跟老前辈练字 还不如偷偷跟着练剑呢 神父总不能白戒出去 老前辈随便教你几手绝技 不就把我给甩出去 十条大街那么远了 要是不小心 学成了两袖清胆 则则 江湖上肯定要封你做女剑仙 多威风 什么王仙芝啊 邓太厄啊 见面都要跟你客套热户 到时候 你千万记得去跟高手们 说上一句 我将剑仙当年给徐凤年 那草包当过丫鬟 嘿 想想就牛钱 江泥怒气冲冲道 练字要你管 谁给你做丫鬟 谁要练剑 给你仗脸面 徐凤年一屁股坐下 促侠问道 怕吃不住练剑的苦头 江泥要去抓水碗去砸 结果被早有预料的柿子殿下 拿袖东刀 按住小手和瓷碗 笑道 别动手 今天没工夫跟你闹腾 我是来找老前辈取经的 你要爱听 就坐一边凉快着 不爱听 就麻烦你走上两步 江泥咬牙道 这是我房间 徐凤年不搭理 这只被盗踩尾巴的小野猫 将从海量秘籍中 攫取出来的十几招式 简明恶要说 与老剑神听 起先李纯刚似乎很不耐烦 掏了掏耳屎 轻轻弹调 徐凤年说到后来 老头虽说还翘着二郎腿 但已经不去 扣使恶行人 端起只剩下半碗酒的此碗 一边喝一边听 没点头没摇头 古井不波 徐凤年说完见老剑神 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情 不甘心地再详细拆解了一遍 将十几世根源的书籍名称 都提了一遍 再将自认为十几招 应当如何连绵融会也说了一下 结果老剑神只是眯眼喝酒 徐凤年有些气馁 伸手去拿起江泥做炼自用的小碗 将白水一饮而尽 看得小泥人十分懊恼 早前没有头半斤披霜下去 说到口干舌燥的徐凤年 喝了半碗水 直愣愣望向半天没动静的老剑神 反正什么都没听懂的江泥 幸灾乐祸到 三脚猫呀三脚猫 不配呀不配 这个不配 自然是来自当初相反城外 白衣观音那句不配双修 这些十日 将你总拿这个去嘲讽狮子殿下 很是解气 老剑神始终在神游万里 总算是收回视线 瞥了一眼徐凤年 终于开口说道 初听你唠叨 老夫觉得呱躁 你这种投机取巧的行径 是五道末流 刚想骂你几句 没来由想起一个故人一桩故事 王先知年岁与老夫和齐玄珍 其实差不多 但论成名 却晚了很多年 他当年也是与你一般识人崖会 走他山枝石公寓的下城路数 老夫和当时一些高手 每次出手对敌 总能看到 这次远远观战的身影 与老夫当时 久久止步于天象神仙 两境之间不同 这老小子 却能够欲战欲勇 现在回想起来 世人都说 王先知悟性无双 因为观战一次 便可对天下武学过目不忘 所以才有后来徒手 折断天下剑的绝世修为 并不准确 王先知如同一名单顶大家练骑士 抓起身边一些丹石 却不止于丹石本身 都被他丢入丹炉 融会一炉 老夫两袖青蛇 到了他手中 便成了一袖青龙 所以世间高手与王先知对敌 都将其是做一块 抵立自身修为的最佳魔石 这是好事 奈何魔力以后 本事有所提升 却总是追不上 王先知这鸟人的脚步 才有了无数高手不约而同 寄生枝和生我的娘们牢骚 徐小子 你要做王先知第二 徐凤年亚然无语 老剑神吃笑笔一道 既然真心想要习武 连把王先知赶下 天下第二宝座的那点志气都没有 你小子还练个屁的刀 徐凤年无奈道 王先知自称第二 谁不当他是武到第一人 老剑神摇头淡笑道 第一 老夫可不这么认为 王先知说自己第二 只有一半是傲气 还有一半 就是这家伙的自知之明了 世上总是会窜出一两个 不可以常理论的怪胎 至于这些怪胎 是出自佛门式道教 或者是江海山林 就只有天晓的 以及在武帝城上挑战天下的 王先知自己晓得了 当时齐玄真死后 老夫本以为王先知 总算要扬眉吐气了 不曾想 至今还是天下第二 想必齐玄真死后 出现了王先知都忌惮的陆地神仙 否则以王先知的脾气 不至于这般做作 老夫觉得 这一届武平正平垃圾得很 富平导师做得不俗气 绑上四人 都有希望在王先知老死之前 给江湖一个惊喜 尤其是刚刚在武当山上打了一架 差点把真武大帝都给拆掉的 武当心长教与龙虎齐仙侠 后者有老夫当年的风范 你嘴里的齐牛的 则像平时一声不吭 但一放屁 就全天下都得捏鼻子 去闻的齐玄真 至于你小子嘛 倒是挺像王先知 可惜王先知不管如何大气晚成 在你这个年纪 也能随便一抬手 杀死几十号徐凤年了 江尼在一旁呵呵笑道 真厉害 跟王先知相像呢 岂不是到了王先知这个岁数 可以排到天下第两百高手了 徐凤年被小泥人这个说法 逗得捧腹大笑 转头说道 借你吉言 本世子一定长命百岁 怎么都得活到王先知那个岁数 江尼懊恼不语 徐凤年哈哈笑道 以后本世子闯荡江湖 碰上不顺眼的高手 第一句话就问他 是不是天下第两百高的高手 老剑神挥手道 去去 老夫还要陪江丫头练字 徐凤年就这样 被赶出了房间 关门的时候 不忘朝江尼伸出两手 一手竖一根手指 寓意活到一百岁 一手两根手指 意思则是 天下第两百高手 看得江尼火冒三丈 关门后 赌气道 不练字了 遭了无妄之灾的 老剑神恶然道 为啥不练字 江尼气鼓鼓道 没心情 老头一脸鬼碎 轻声怂恿道 江丫头 事事看想着这桌面 便是徐小子那张笑脸 江尼犹豫了一下 眼睛一亮 小跑去火急火燎 再倒了一碗水 接下来练字 简直就是字字铁化银钩 字字入目三分 老剑神此时有些明白 为何徐小子 那么喜欢逗弄 眼前丫头了 李纯刚捧碗 喝了一大口酒 更坚定了 心中要与徐小子 去做的一笔交易买卖 再看江尼炼字 轻声呢喃 善意提醒道 剑与字同 最重遗弃合成 小妮 来来来 老夫写字你来念 江尼呕了一声 看着老头手指 默念道 招游东海目西山 袖中轻舌胆气粗 一欲不平便放碑 拔剑当空气云错 连和三回急急去 只见空里人头落 试人道我在登街 早过微微十八楼 老剑神洒脱写字时 瞥见江尼不仅再读 而且这丫头情 并不自知手指跟着 在桌上书写 与她桌上所写诗句 不仅形似更神似 我不去练剑 剑意自然足 双袖虽无剑 轻舌胆气粗 老剑神以断臂姿态入室以后 第一次喝酒不多却酣醉 房间内剑意森然 分不清出自谁手 于又微慵懒趴在桌上 白猫蹲在她眼前 蜷缩起来 像一团血 于又微伸出一根手指 五妹娘伸出两爪抱住 憨太可爱 早已不是梁舟头号花魁的女子笑道 还是我的妹娘好 除了吃就是睡 无忧无虑 想见你时 你都在身边 不想见你就不见你 也不怕你记仇 她更不是那个 曾被换作于玄机的少女了 脸颊贴在微粮桌面上 伸手去摸着宠物的毛绒绒脑袋 自言自语道 你想不想离了我独自生活 既然五妹娘注定无法开口说话 她便自问自答道 即便一开始会想 可习惯了 就不去想了吧 明知这样不好不对 但偏偏走不掉逃不掉 是不是 你呀 就是个花皮儿 还是不算好看的那种 能活着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你比不过院里的丫鬟们 比不过那些独自行走江湖的女侠们 比不过一个敢拿匕首 去恨的孩子 谁都比不过 你连爹娘都忘了 连名字都忘了 你能比得过谁 这样的你 值得谁去多说几句话 你总会老去的 外头 世子殿下靠着房门 默不作声 第115章 老流氓落子十二 道不可道 缠默的餐 人生寂寞如大雪崩 师父 你又伤春被秋了 奔南北 等哪天你有了媳妇 也会如此的 哎 肯定是师娘又去山下买胭脂了 师父 你这几天总去莫菜刀做什么 磨锋利了 好砍人 啥 师父你别想不开啊 我们已经是出家人 若再想不开 那些上山烧香的佛门信徒 该咋办 虽说师娘和东西 总爱乱花钱 跟东西和你师娘没关系 哦 这就好 那时又瞧哪位方 仗不顺眼了吗 我觉得会光方丈 就挺挨揍的 可动刀子总不太好 师父 咱们还是照老规矩 套麻袋打门棍吧 比较不伤和气 啊 不是会光方丈 是得姓徐的那小子摩的 啊 为啥 徐凤年人挺好啊 这兔崽自敢 跟我抢闺女 不砍她砍谁 师父 徒儿想去念经了 你怕啥 就你这点本事 东西让你抢了这么多年 也没见你抢走 再说了 砍了你 谁来洗衣做饭 南北 东西 天天在你耳朵边上 说那小子如何如何 你没点意见 没啊 收了你这么个笨蛋徒弟 真是佛祖打瞌睡 你就不怕东西跟人跑了 到时候 别找师父哭 嘿 肯定是师父哭得厉害些 师父 你说我哪天 万一真的成佛了 烧出舍利了 东西会不会伤心啊 南北啊 你先去做饭 咱们吃饱了 再想这个问题 好不好 哦 师父 为何你与师娘吵架 每次都是你先认错 有些是对了 另外一些事情都错了 也没有关系 明白了没 不太明白 比如你喜欢东西这件事是对的 所以 师父你别说了 我都懂了 嗯 这会儿 你悟信怎的比师父 还厉害了 嘿 这就是徒儿修的馋嘛 南北 下山以后就没见到比东西更好看的姑娘 记住了 出家人不打狂语 没有 不错 师父 你提起九葫芦做啥 如果你回答说有 就知道为啥了 师父 除了东西和师娘 你还怕谁吗 咱们寺里活了150多岁的主持 师父就怕 怕他不给铜钱 寺外呢 没了吧 师父 出家人不打狂语 容师父好好想想 哦 还真有一个 当年跟你师娘抢过你师父 吵架吵得半斤八两 幸好师父全都比他硬一些 想必全天下 那老流氓也就咱们私里不敢来了 老流氓 等等 啥叫跟师娘抢过师父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随风而逝吧 湘凡城都知道 青州最狐媚的女子 就住在巷国巷里 她分明是沦落红尘的妓女 却没有谁敢将她是做勾兰女子 她叫李白师 本名李小如 先是是冬月三流光宦家族 谈不上国破家王 只是父辈不善经营 谢氏后留下个烂摊子 给年幼孩子 李白师随如母去广陵西陵湖畔 便卖祖产为生 住在松林小楼中 娱乐山水 长成了美艳动人的少女 体态玲珑非凡 每次出行 总有众多偏偏美少年跟随 后来为了躲避广陵王麾下 一位猛将的强行卢 占转流落到了千里之外的青州相凡 先是成了一位道姑 再进了相国相 凭着鲸鱼音律歌舞 擅长察言观色 很快便一跃而成艳压三周的明镜 尤其擅长家乡西陵枪 被誉作生甲天下之声 色甲天下之色 这次燕纸瓶 是唯一一位以妓女身份上榜的女子 对生色双甲的说法 更是给予了肯定 简直就是让全部登过青楼的相凡男子 感到大快人心 燕纸瓶 终究要鄙视林坚平什么四大十大花魁 来得更有说服力 只不过听说 近期礼拜师的心情不太好 因为相凡城里的道士 仿佛一夜之间都出了城 好似是摆下周天大教前 道教祖庭龙虎山 与佛门立了个赌约 如今看来 大概是龙虎山输了 龙虎山有四大神仙一般的大天师坐镇 会输 一时间坊间流言四起众说纷纭 说是那一晚 瞧见了身穿雪白僧袍的女菩萨 领着万鬼出城而去 也有说是龙虎山没有书 只是十数年超度群魔 道士们都要去龙虎山领取功德 不知怎么的 说起白衣僧侣 就谈到了风马牛不及的当年白衣国师 那个让京城数十万人一起跪拜的活菩萨 加上北梁世子入城的小道消息 这些十日 相凡百姓是有说不尽到不完的谈资了 九四茶坊的生意异常红火 相凡全城知道白玉世子李双甲 顺带着知道他有一名御用情师 是个年轻瞎子 谈情时从不露面 清晨时分 进入金安王府 住下的盲骑士 来到相国相中段的白玉世子楼 不同于以往在夜幕中悲情而往 这次双手空空 这栋清楼后院管后门的小仆役 睡醒惺忪 蹲坐在门口石阶上 见到楼里神仙李花魁的情师来了 立即跳起身 堆起笑脸 笑脸里更多了几分 平时逢迎待客的真诚 陆公子在白玉世子楼弹琴 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知道 他脾气气好 风骨极高 雅气疾风 与任何人都能温文尔雅说上话 一些打赏得到的真金白银 总是没出楼 便被陆公子送出去 自己支留一些铜板 因此 当初狗眼看人低吐过这瞎子 唾沫的管门小杂役 总是自诩与陆公子不打不相识 倍加殷勤 领着今日威胁情的盲情师进门 小杂役欢喜道 陆公子 上次求你教我写的名字记下了 陆许微微一笑 面容清秀的年轻仆役 好心说道 红鱼馆那边的神仙姐姐们 可都喜欢玩起 陆公子 你到了那边 总是要耐心等上一些时间 目盲却认怒的陆许点头道 吃小了 我独自去就行 不麻烦送小哥 仆役笑着领诺了一声 原路折回 盲情师到红鱼馆前 遇上许多晨起做活的女逼丫环 阴阴艳艳艳们都欢天喜地 喊几声陆公子才罢休 胆子被楼内红牌小姐们养肥些的 还要与陆许调笑几句 故意向这位公子 讨交问些一束梨花鸭海棠 或者滑越山前见掌痕 到底是何解 盲情师 只得讨饶 更惹来娇声笑语不断 这位言谈儒雅性子温和的陆公子 起先在达官显贵富豪子弟 比大白菜还常见的白玉狮子楼中 十分不起眼 若非李双甲里大家亲眼气重 谁会正眼瞧上眼 入楼后第二年 一天谈情 被他撞见了一名城内 排得上名号的权贵富豪 给崇陵官强行破瓜 白玉狮子楼 虽说比一般青楼 既管要多一些规矩 但名不予官斗 一名小青龄而已 犯不着与相反地头蛇翻脸 那个祖上几代 都是青州军大佬的家伙 在郎中强要了那名年幼青龄也就罢了 事后还要抽刀劈死 盲情师顾不上安危 扛着家传古情 便冲上了去 没打着那恶人 反倒是被侍卫踩在脚下 一场闹剧 直到李白师亲自出面说情 才压下去 从刀下救了盲情师的性命 白玉狮子楼许多人至今仍记得 一身是血的陆许 坐在郎中 怀中抱着毕命的可怜少女 脱下身上寒酸衣衫轻轻 附上那具衣衫不整的尸体 今日红语馆不知如何得知陆许要来的消息 李双甲的贴身婢女 祈福早早站在院门口迎接 见着盲情师 柔声笑道 陆公子 小姐已经厚着了 陆续摇头道 今日来 只是想与红语馆亲口说一声 以后我不来谈情了 李小姐当年借我的鼓情画龙 我想将来 每月正的银两陆续还上一线 祈福姑娘 我就不入馆 讨扰李小姐了 在白玉狮子楼 地位比一些红牌还要高的美艳婢女 惋惜叹息一声 略微欠身 潮忙情师失了得万福 这才转身走向院中 二楼窗口 站着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 祈福已经算是相反难得的美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天下铭记花魁 道姑李双甲身后黄霓木以上 坐着一位正低头给一架二胡条弦的老头 李双甲等到陆续身影消失 转身低眉顺眼问道 老祖宗 今日真不需要师奴去城外卢尾荡 会一挥那北梁柿子了 两并斑白的二胡老头 只是闭目条弦听音 按理说 李白师在胭脂平前 就是青楼十大铭记之一 十几年人脉经营 与门阀士林都有了身后交情 他差一点就要嫁给西陵党领袖柳宗辉 这些年遇上众多怀才不遇的贫寒世子 都慷慨解囊 其中数位都已是朝廷亲贵 众人拾柴 才有了李白师双甲江南的名声 如今上了胭脂平 更是成了当之无愧的青楼魁首 从未听说李双甲与谁相温于软过 甚至说至今仍是虫儿 怎会让一个老头留小房呢 莫不是李白师好这一口 那也太重口味了些 传出去 还不得天下震惊 被李双甲恭敬换作老祖宗的 二胡老头睁开眼 仍是不说话 已经知道老祖宗 不喜自己多说这个话题 李白师换了个问题 老祖宗何须那般重视 夸目见的穷小子 老头抬头斜瞥了一眼 婷婷玉立于窗前的游雾 只是他双眼却不带任何感情 语气更是冷淡 老夫下棋 棋手之收官 你这种中看不中插的花瓶 费什么话 被羞辱至极的胭脂女子李双甲 竟然没有任何怒气 欲发公顺了 下意识弯下了纤细蛮腰 如此一来 胸脯便鼓起得厉害 几乎撑破了衣裳 他身体娇小玲珑 胸口风光 则气势汹汹 传言更有一双白莲玉卒 习得道教防忠树 与密宗欢喜佛 在床上可做出各种玄妙姿势 故有白玉狮子滚绣球的 以你说法 二胡老头助言有数 两鬓双白如雪 分明是花甲 甚至是古戏的年迈岁数 但面容只如中年男子 屈指弹了一根弦 说道 陆许的骑士老夫教的 这趟来红鱼馆 老夫便是要看这小子 会不会一招得志便猖狂 索性没白叫他下棋 懂得留白三分 仍是留下了你送给他的古琴 本来以老夫最初见到他时的性子 是不乐意受人恩惠 能还不去还的 接下来能否掀起风雨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一颗棋子最妙处 便是连高明棋手 起先都不曾想到 可以成为胜负关键手 李双甲低头道 老祖宗手谈的本领 自然是当时第一 全天下都是老祖宗的棋盘里 二胡老头置若罔闻 说道 北梁那小子今日离城 相反也就没你的事了 你去京城 李白师毫不犹豫点头道 师奴只听老祖宗的 老者翘无声息离开红鱼馆 他要去一处相反城东北角的私宅 里头有个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木偶女子 与裴王妃裴南伟 有六分形似七分神似 如今已是被金安王世子 赵恒金屋藏娇 每次出行宠幸都鬼鬼祟祟 生怕被父王知情 赵巡以为行程安排天衣无缝 却不知道 每次宠爱调教那名 被他深情换作男尾的女子 强孔后头 都站着一个 看待两人翻滚颈 被都当作行尸走弱的老人 赵巡的性格谨慎 早就去让人顺藤摸瓜 查到了那小娘的绅士背景 一切并无古怪 故而那一座私宅 便是他在世间最大的享乐福的 小美人太像王府上 那位每次见面 都得喊娘的女子了 一颦一笑 甚至皱眉的神态 都差不离 每次在王府内 被父王训斥 或者在花园偶遇王妃后 他都要来私宅狠狠发泄一番 极尽浅犬 直到精疲力竭 春秋国战落幕以后 便是一盘崭新的棋局 老人已悄然落子十二 其中大多数还在落子生根 但有一些 却要马上要发力了 去了趟私宅 老人便马上出城 前往湘凡城外赏景 最好的卢卫当